欢迎继续收看最关心的欢迎南岛新闻 第三顿演进社区 推动社区营造社区好理 在厚民都做得不错 新构是专台国社区当中有名的 伊兰关五家乡公所就特别专页 和社区赶布来到演进社区产业 希望他会观摩 将保贵的经验早上去 运用在社区工作上 第三顿演进社区 在专台国大社区好理厚民的比赛 都有很好的心结 让伊兰关五家乡公所在被摩命前来 想要看演进社区是如何为困境 三亚作出改变 来带东北方的发展 主要目的能够来这里参访他们的优点 做我们学习的参考 我们每年我们每个社区 16个社区每个社区都会 请他们指派四位重要的干部 出来参访学习 能够有所获得 回去好好让我们各个社区办得更进步 我觉得在结合社区产业 然后一些我们走动户外的观摩 让大家看到我们社区更多元化 然后我们社区志工的凝聚力 透过社区的交流 那就是大家互相学习观摩 然后好的我们带回去 不好的即使大家都有 比较不OK的话 我们可以互相交流来切磋 同样是农村社区的五个乡 看到沿津社区利用在地的设计 建访环境压造 以及山雅花店是最多敬佩 因为我们也是一个农寨的社区 农寨的社区是真的不简单 尤其是在一个农村心 大家都外流 连新人外流 然后他可以留在这边 可以把这里很多人扣掉的 把我们的农寨做起来 真的是值得我们 五节乡的社区可以来参访 因为我们的社区还有很多的社区 还没有起步到这里 所以这个是最值得我们来学习的地方 第三顶公司在明年 也要安排上台的社区 去到吉他关系餐厂 将吉他社区经营成功的祝福 带回来运用在社区的发展 我们在明年也有编列相关的预算 那我们也会带领我们社区的部分 那来到外省市 那选取一些优良的社区 那来做一些互相的教学相展 如果自己做就是 会有很多盲点看不到 那我们就透过就是 参访的这个部分 来了解自己的优缺点 第三顶老人人口比例的关 社区好理就竟是重要 才有无关关系的社区 和上高流下走的风险 以来大家都可以好好利用 在地主委与人力 来让我们的视团 记住什么时候再见